有時候容易在討論中就混淆了 本來這個法不論在英語 還是中文法 它對我那種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的概念 我主叫天道和自然法的概念 同時它又是具體的法律 所以這個變息很重要 也包括自發秩序 因為自發秩序 我們最開始接觸自發秩序其實還是比較抽象 海克講自發秩序好像我覺得有點像自然神 自發秩序就等於好和自然神了 但是海克其實也提出了一點 現實中的自發秩序就是習俗和傳統 所以它說它的腦裡想的東西和現實中最接近的東西就是這個 但是往往有時候會有這種 我們容易越過界限 因為這個詞實在是有點容易出現這種雙重含義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說具體的習俗 有時候你在說抽象的自發制 這個詞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要特別變形清楚的 八號就有問題 所以我經常質疑的就是法學那個法是什麼意思 我也說這個 张顺,你看这法院的法是哪个法字,哪个法字涵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其实我觉得西方的传统,他肯定他说Low School,他应该是天道之法,应该是法律的意思,当然他可能更侧重于有形法律,但是他有追求正义的那种冥想,而我们讲法律, 法学院所讲的,这是具体的法律,甚至是法条,作为这个,那么第二就是要编析,类似就是我们在追求一个最好的法的时候的形式是什么,其实刚才讲的海诊不可能,这两个是在经济学界非常仔细在研究这两种形式,就是他们俩的背景,这个海诊就是普通话背景, 海诊就是普通话背景,毫无疑问,他深深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而且有人称海诊的法的理想,普通法,法治国, 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普通话的含义,就是把普通话当成一个,思维方法当成一种程序,是吧,那样的东西, 而普通话的背景就是,就是立法提供,就非常清楚,因为他研究的就是投票,什么样的投票能投出最好的法律来,这两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会觉得刚才清元二世是讲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当然普通话得出结论就是说,一直同意的那个法是最好的, 但从来没有一直同意的,是吧,它就退传来,就是,不坎南后来讲的是,他发现了这种,所谓投票呢,或者立法机关所奉行的规则本身的问题,是啊,其实不坎南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而且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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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坎南他,后来,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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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后来发现,用金钱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 为什么你要投票投入一个最好的法律来 你为什么要起草一个最好的法案 就是美国那些国务们起草了美国宪法 为什么 这两个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很好玩 但是从嗨客视角来看 就是不堪然研究的所谓 投票规则的立法机构立法 不好 他非常断然的 他不是说这对法 不是说国王立的法 他不是说立法机关立的法 那么这就是一个更新的东西 就是说为什么 那么从经济角来讲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其实习俗就是投票 但是投票比立法机关的投票 要好得多 为什么 因为习俗是所有当事人的投票 这是第一点 是吧 他是当事人的投票 就是我每天都在跟你互动 然后每天 我昨天被人撞一下 我也不说对我就走了 然后你打个动 明天我就调整一下 然后 他长时间的投票 每天都在投票 每天都在调整 所以这是当事人的 当下的实践的投票 这种投票 而这个立法机关是什么 应该是所谓选民的代表 就选出一帮人来 然后就一个这个写成条文的一个法案 而且是当下的 投票完了可能我改变主意了 也没用 你想想这种 这种投票 它就相对来讲 它就粗陋得多 你想想这个道理 一个是每天都投票 然后每天都投票 可能他觉得不好 他觉得不好很简单 他就不实行就行 是吧 那好就行不好就行 这是非常灵火的一个东西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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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第二点就是说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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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 自愿接受和实施的 不是强制的 因为立法机关帝法 一定要强制实施 方法都不同 因为立法机关帝法 一定有 有不足异的人 是吧 但是呢 在习俗中呢 就是说 当你不同意这个习俗 你就 你就不实施它 是吧 就是 这是很微妙的事 但实际上你不实施它的时候 就是 所谓这个习俗 它就 被 边际上被改变了 而 这立法机关帝法的投票是说 你要不统一 要不统一 要不通过 要不通过 但是呢 习俗是说 这个习俗 这个习俗 特别好 所以大部分人全实施 那么习俗就够通了 但是其实稍微不好一点 那么就有少数人 不实施 那虽然他也有点实施 但是他的强度就是减弱 因为减弱道的 大部分人不实施 就是 他是自愿的 是吧 他是灵活的 他可以改变 也可以说 他在不断的重新投票 而立法机关投票 投递这票 通过了 下次再修法不定什么时候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两者 就是他的区别在这儿 而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理解 就是 哈耶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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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立法机关的立法 这是 我就喜欢 普通法的那个法 因为那是从西搜来的 那个从民路的意义上来 就是更强 还有这个含义 就是 以后不民主 我其实更民主 是吧 只不过我这投票不是像的 你想就举手投票 那种 那种 所以我就 就是 特别理解 这个 又给 进一步 产出一下 刚才姓儿的那个 那个观点 那么 下面呢 是 本来是安排 汪基昌 他说他是要 三天以后 那么我们 下面 那就应该是 梁志平啊 这个 这个 但我说这之前呢 为了联系性强调 上午 你们讲的东西 还有人要回应 比如那个 那个 李教授 先做个回应 再有联系性 是吧 别当时讲新东西了 好吧 你先做个回应 上午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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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